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猴哥这边 玩这个三嫂大堂的一个比赛 猴哥这边也应该是找下了新的团队 就绍兴剑湖 只不过上个星期没有拍到烟花 就还没过去呢 应该快过去了 已经商量好了 猴哥这边上的女儿武装的双风 配合着化身家地府 保持一个三嫂大堂 这边大堂已经有了十一层的剑衣了 中了一把无魂 他那把虎阵 那对战方上的是一个双法蟹 无敌化身土陀山的三大辅助 配合着双魔王 虎阵打虎阵 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也就是说现在 无情跟猴哥 已经都有了一个稳定的归宿了 咱们以后见会三兄弟的素材 就可以继续走起了 咱们看一下三所大堂的这边的一个状态吧 十二层的金风 没倒过地 这样令旗也有三点零元的巨剑 也有可以的 状态还不错 还差一个武装官 这样令旗有了 化身四 没有猪天看护 那天就跟大家说过 自打大副老板走了以后 猴哥这边玩大堂官府的概率 确实是大大的增多了 尤其是三少大高 这个跟版本有关系 这个跟版本有关系 你说现在 确实玩咒诗 加法系的那套阵 比较少了 还有 还有人在玩 但确实比较少了 那猴哥 对吧 那套城玩的少 也能理解 也能理解 那对面上的是一个风无地洞 一把妖风 稍后啊 就得看猴哥这边的 纷扫的一个频率了 品亭 再封一波特戒 无地洞的愤怒来的比较快 因为他不管是金蝉也好 还是这个妖风四起也好 都会消耗他一定的气血 一旦消耗气血 也就会得到愤怒 所以无地洞那边 愤怒来源比较快 哎 关战方 补了一个孩子 哎呦 这孩子 刚出来 差点被秒死 这秒死就尴尬了 你这大堂 还得再补宝宝 就是一丝血了 这魔镜还没有享受呢 这宝宝都快没了 一把罗汉掀盖起来 魔镜加上化身色舍一把吧 活了一口也一样 关战方这有风险的一二所啊 前五的速度 关战方拿了四把横扫千军 两千九开刀 四千 两下结束 哎 还出脸破了 那下一个可以扫对面 另外一个魔王 魔王嘛 大堂的好朋友 三嫂大堂 就喜欢 带幽流三的门 啊 侵蚀献祭 这回合 还触发这个了 解掉 碎月强控无底洞 保证关战方 大堂一个出手 还有一把金青呢 魔镜也加上 小嫂再点另外一个魔王 加了口血啊 看看大堂能不能多扫一下啊 依赖他这口 血加进去 四千四开刀 有没有一六三 没有触发 两刀又结束了 你们这魔王不给劲啊 啊 这魔王嘛 这不触发一六三 算什么魔王 关键时刻 孩子还神佑了 又帮了大堂 关服一个猫 对面这个锦咕咒 咕的不太多 其实普多山的话 更多的是 可以起到一个 鼓珠的作用 给自己两个魔王 刷刷灵动 给其他单位 打一打颠倒五行 啥的啊 对面应该打颠倒五行 提前把罗汉盖上 火加树再扔 紧箍咒 这个大堂的伤害 还是可以的 对面现在的重点 还是要把这个孩子 处理掉 虽然你神又过了 哎 不亲孩子了吗 换一把尺子 接着 魔镜加上继续扫 这个节奏就比较的快了 继续扫这个魔王呗 感觉扫魔王不错啊 邀个林道 扫孩子了 刚才扔过尺子了 这孩子没神佑 八千五 又是两刀 别人玩的是四刀大堂 三刀大堂 狐哥玩的是两刀大堂 看了七分钟了 没见过 这大堂少三下了 啊 就没少过三下 看看对面 怎么来针对一下 队招方倒是 这只能是 看运气了 能不能多出几个无穷纳 你说阵警打 对面还真的 没有太好的突破口 对于现在对面这套阵 就是能把队招方某个单位弄死了 还守不住尸铁 没善恶宝宝 没盘寺的尽了 手势其实很困难的 墨镜在家 困难方小嫂在电 对面魔王 这个残血的魔王 有没有人给卡个大惊什么的 哎 一把金轻恢复了一下 但是把小嫂解掉 哎 但也行吧啊 他能不能出个163 来一刀3600 两刀直接死啊 继续 两刀大堂的 狠扫之路啊 下回扫个宙师普陀吧 等他之而结束 扫个宙师普陀 猴哥这边换地厅了 哎 你看这场比赛 猴哥打得不墨价 就是三嫂大堂 扫的频率 只要大堂能动 哎 他就扫 只要能动 他就扫 攻地厅 小嫂去啃硬骨头 战笛在家 攻地厅啊 攻地厅 花园青莲降一下伤害 万宝金甲 吸收四吸 万宝是四吸 但是呢 猴哥这个运强 猴哥直接被一个 无穷大给干飞了 哎 好像还干不死啊 你批队友帮帮忙 队友不帮忙啊 批了一万一 可能伤害有点太高了 啊 队友表示 我不想过去残伙了 万一把我批死怎么办 啊 这也是梦幻的一个设定啊 当你的伤害 打出的过高的时候 队友也就不会去贴保护了 有的时候是纯粹运气不好啊 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伤害太高 这波对面铺头满血魔王 哎 观察方 可以来三刀了啊 一下 两下 他点防御了 三下 他点防御了 不点防御 我估计两刀也就差不多了 其实稍后可以扫对面的咒势 头哥这边加什么的伤害是足够的 足足够够 这都扫了几次了 扫了五次了 然后还出过一次连破 对面 化生死没了 没了化生死还这么大呀 这没了化生死没法打的呀 战敌加上继续用地厅去做牵制 天地同兽再保一手 观察方这边甚至可以上巨剑了 还是选择了横扫 神佑了 有第三刀 万宝的刺蝕 效果还不错啊 关键是人家有万宝你出什么法力厅啊 我这个就想不明白啊 我这个就想不明白啊 是万宝是万宝啊 万宝的孩子 你这你 然后又出个地厅 啊 还是个法 两个秘传法术 哎呦 差点把大方给飞掉 战敌在家 万宝结束 天地同兽再保 老汉 老汉盖 盖起来了 控大方 呃 控化神色呢 观察方大方这边的血线就不太够了 亲亲宝宝 当然猴哥这边的优势啊也是足够的大 猴哥这回合还没扫 直接用了一把去剑 斩掉了一个宝宝 还能建设 搞死了对面的魔王 但前排宝宝又生有了 没关系啊 大势已去了 打到现在就是大势已去了 人解化神色 因为妖风四解那个东西啊 用特技解不掉 只能卡五龙 但化神色一活 大方血线又够了 前排这个孩子一撕血 直接换掉 两个地厅 孩子表示啊 你这是过河拆桥呀 看着比赛结束了 想拆桥 直接换了 再加 哎 你看猴哥现在这团队啊 这地厅多呀 比之前可是多了啊 也不错啊 主要是绍兴建国 之前也没有指挥 啊 就是整体的团队的硬件很不错 挺不错的 但是又没有指挥 都是老板们自己玩 自己平时娱乐一下啊 现在猴哥去了 刚好 填补了这么一个顶顶尖指挥 空白的空缺了 这一下绍兴建国啊 整体硬件再降低两段啊 两道 三道 两千六 四个山香 建设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 哎 传出连破 从此以后啊 只要有猴哥啊 咱就不缺三扫大堂看 对吧 打一晚上见会 总得有那么一两场能看的啊 没毛病 一晚上他们能大概打到一个 五场左右的一个比赛吧 最起码能调出一场 比较精彩的 或者是很少节奏 比较舒适的吧 那有的时候 虽然是打出来了 但有的谁曾建以后 他们不扫你知道吧 在那旗子呀 初宝宝呀 放天青呀 踩干椒呀 各种乱七八糟的操作啊 十回合扫不了一次啊 你看的能把人 个硬死啊 但你这个绿刀大堂 怎么扫谁 谁绿啊 红刀呀 那你也是绿刀 红绿伞萌啊 有地厅是真不少 够用啊 这种级别的团队 有一个五支左右的地厅 绝对够用 也不打算在五三团 取得什么好成绩啊 就平时打打 将会打打 曲终是绝对够用的 也是希望 猴哥能带领着 绍兴江湖 取得更好的成绩 拜拜